请大家注意灯芯 这灯芯从实验一开始 就出现忽鸣忽灭的状况 太神奇了 香烟怎么会莫名其妙的 这样子就一不停在吸呢 感觉有人在抽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画面 我是可以相信 因为以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那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 然后结果那个男生 他就点了一个烟就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就说你干什么 为什么他不抽这样子 他就说我要给大哥抽 结果我们就说大哥是谁 他就说他今天又来 原来是跟在他旁边那个 结果我们就像眼睁睁看的那个烟 就像刚刚那个画面一样 没有人在抽 可是他就烧得很快 就好像有人在吸 谢谢老师 真的有人在抽吗 对 有人在抽烟 那事实上我们好几次 之前有出过几次外景 有出过几次外景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如果那个话 我们用香去拜这个附近的好兄弟 那个烟就会像刚刚那样 一鸣一灭 对 香也会这样 对 你在吸的那个同时 因为吸的同时空气在流动 所以它就会发亮 那它因为吸烟 吸完之后你停下来那个瞬间 空气没有在流动 所以它慢慢光又暗下来 所以刚才可以看得出来它有阴鸣 有在那个空气有在流动 所以那个香烟有被灵界朋友吸 跟没有被吸的这个差别就在于 被灵界朋友吸到的香烟 它会发红 会发亮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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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 看到这个撞球它自己也会动吗 我比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吧 对 对 它很有感觉 没有 没有办法这样子 它自己吓坏了 对 你稍微休息一下 让那个鸡皮跟它稍微消一点 因为下一段呢 下一段更可怕的更可怕 下一段更可怕的哦 你要坐好哦 我们马上回来 对 休息一下 欢迎观众提供给我们 探命的地点和鬼屋 好了 看真的沿路真的血迹斑斑耶 各位观众 现在所呈现的画面 是灵异最前线一年多前 探访某个黑道寻仇命案现场 所留下的记录 为什么要特别播放这段影片呢 这次超胆小饼 即将带领超胆观众前往此地感应 一年前的探险 发生过什么样精彩的状况 和这次的感应 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 重温这段惊悚的经典影片 陪你要干嘛 陪你要干嘛 我想用心理 心理在那沟通 大哥不要生气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们就拍到这边位置 那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跟我握手 不要 那你不愿意走 你不愿意走呢 你不愿意走呢 你不愿意怎么办 你说 你说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他 没有条件了 你已经动 已经吵到他 没有条件 跟他讲任何的条件都没有用 你其实什么人来了 他都不当心 你不是有小朋友吗 净净这个朋友 我们只是来这边工作而已 那我们刚刚 我们等一下出去 也会烧一些纸钱 跟那个烟共粉给你们 那如果说有什么事情 你要我脱给我们平行的话 怎么了 小子 小子 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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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他好吧 平平 选不救我 我们求你 好 求你 什么犯了 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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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平平 平平 霓霓 你救了 你救我 我們沒有辦法不好意思 你有什麼事情 你可以跟我們老師講好不好 霓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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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他怎麼會叫 霓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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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讓我走 拜託 快點叫我電話 密難 高升 來 被床拿到來 Patrick 快點 他的照片 沒關係 快打我 Chring inate 放心 爸 不att 是嗎 是嗎 沒事 師兄 不是 是不是 還是那個 我還沒有 怎麼會這樣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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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我一下 我現在發現 妳跟她說妳在哪裡 妳跟她說妳在哪裡 妳跟她說 我們在哪裡 我們跟她說 等一下 喂 喂 喂 我跟我們 我跟她說話 然後那個 我們現在那個 她瞪我啦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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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大哥 大哥 大哥,妳放心好了 大哥 大哥,妳聽我說 妳看我啊,大哥 我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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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妳吃檳榔好不好 來 那個助理 妳跟妳去買檳榔 快點 我還要去買檳榔 去買檳榔 快點 咱應該去買檳榔 還要買點醃 買醃 來,買醃來 檳榔跟醃來 阿銘 妳去買醃跟檳榔好不好 趕快 去買醃跟檳榔 快來,買吃吃 來,大哥 來 現在怎麼辦 去買醃 櫻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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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給妳 沒事 沒事 各位,馬先生 妳先下來 妳先下來 妳就是在這邊 妳就是認真往生的嗎 妳是不是認真往生的 不用多那麼多 妳回答我 我們在錄影 分分都要知道 找我那麼多 妳告訴我嘛 對啊,我們大家做的朋友 對不對 我都燒紙錢給妳 來嘛 大哥,妳好 我是我們節目的老大 拍什麼嗎 沒關係 拍什麼 進門拍一下 那個燈光不要照那麼亮 對不對 對 燈光不要照那麼亮 可以啦 這個女人不看得到那種 不看得到那種 我滿喜歡的 我燒死一個女人給妳怎麼樣 蛤 蛤 那妳到底要怎麼樣 蛤 那妳到底要怎麼樣啊 我小女人要往我小女人 妳小女人有小鬼啊 欸 大哥,妳不要再太過分喔 大哥要講義氣耶 對啊 我剩一步耶 欸 欸,我要說明明,快點 好啦,這女人是我們帶的 妳不知道我把她帶走嗎 妳先找就好啦 妳燒死這個女人給妳嘛 要不要帶走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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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真的沒事啦 好啦 好啦 等一下 沒有 沒有 妳要 Perd Rev injection 妳別拋 Assistance 加油 寶靜 快點 抱 快點 城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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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カ 沒了 欸 快點 快點 走開 靜下來 平平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好不好 平平靜下來 妳靜下來 妳可以抗拒她了 平平可以抗拒 老師來了 老師在妳旁邊 老師在保護妳 好嗎 她走了 這段影片距離現在究竟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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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那是Amy妳出了第一次的外景 對 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對 開始在牆壁上 非常的害怕 沒有 其實我跟另外一個尖兵 那時候 我們兩個其實已經躲得很遠很遠了 結果我們製作人就把我推到前面 一直猛把我推到前面去 大家都不是想說好吧 可是我還是一樣貼著牆壁 那真的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因為是被一個很兇狠的東西 然後我們一起這樣附身 那時候完全是搞不清楚 而且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們這次去的這個地方是 第一個比較印象深刻是 有一個一絲不掛的男人在那邊 就一個流浪漢 在鬼屋裡面遇到流浪漢 嚇死人了 是真的人啊 而且對 她是真的都沒有穿 她講什麼話我們都聽不懂 就是一個流浪的老人這樣 這次我們去任務的時候 也有遇到她耶 真的嗎 她還在啊 她頭髮長長 還是一樣啊 沒有 她這一次有穿衣服 只是她依然就是衝出來嚇妳這樣 是啊 而且也是巴拉巴拉巴拉 講一些聽不懂的話 對 然後還有這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這個照片被附身 它真的是讓我真的 我覺得它真的太經典了 它真的太厲害 嚇死人了 真的是相當經典 因為其實大家都一直在討論 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馬國畢剛才有看到這個影片對不對 你是不是已經嚇到說不出話來了 我先想一下那個流浪漢 不一定是老大的小弟耶 然後為了要效忠老大 因為老大掛她在這邊手 那為什麼不穿衣服 對啊 為什麼不穿衣服 那已經太熱了吧 沒有 她瘋了 而且她房間臭到不行耶 真的 她的房間啊 對啊 她的房間 那個味道真的不行 因為那是一個MTV嘛 所以其實是一個一個包廂室 她把一個包廂站為己有 然後裡面堆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打開之後那個味道衝出來 真的不是人間的味道 等一下 講了半天都混淆了 為什麼這個MTV會有一個黑幫的大哥 為什麼會有這個流浪漢 為什麼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來龍去脈 小秉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故事 其實喔 她的故事呢 就是她曾經在這個三四年前啊 這個MTV裡面曾經發生過一個黑道的火拼 那麼造成三死四傷 那麼呢 三死裡面呢 有一位是大哥 然後有兩位是小弟 其實滿感人的地方 其實這兩位小弟會死 就是因為要護大哥 才會被槍殺而死的 去擋子彈 對 然後大哥雖然說 有逃掉了 可是後來還是被就是追到 然後給槍殺 也是在這個MTV 這個大樓裡面 沒有跑出去 沒有跑出去 就被避命了 所以一共死了三個人 那聽說這個大哥的這個腦漿 還噴到到處都是 還噴到出來 我跟你說 那天我們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畫的那個 那個馬警方畫的 刑案是人形的 刑案現場的那個警方畫線 那個腦的部分喔 就真的這樣掛啞 這樣一大坨耶 掛啞 其實還看得到血跡嗎 還看得到 真的還看得到 還看得到 那個血跡倒現在沒有退 真是太可怕 那這次你們到 再重回這個現場 你們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是 就是想要帶觀眾去跟他們 再做一次感應 對 而且我非常擔心 因為在我們進去之前呢 我跟觀眾聊天 觀眾說沒有耶 我沒有營養也沒有靈眉體質 什麼都沒有 我就很擔心 而且只有四個人去 但是這次感應 其實有發生一些事 結果超精彩 超精彩 氣劇性的 你看看就知道了 比這個還要精彩啊 對對對 比那個 剛才那個趙品品 可是我很想知道就是說 這次你們進去 你們有感覺到那個 黑幫的大哥有出現嗎 他還存在那個空間裡面嗎 我覺得有 我們來問一下老師好不好 老師這次你帶他們進去之後啊 你覺得跟第一次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第一次跟第二次完全不一樣 因為第一次的時候是看靈異間面去探險 然後可能是在探險的過程裡面 被附身 被附身 然後就被附身 那因為這次是超膽任務 所以我們去之前 我們也會先做一個跟靈溝通的動作 所以氣久沒有那種附身那麼激烈 就是去表示他事後的這種復仇的心態那麼激烈 所以現在是感應他那個死亡的過程 那小秉我想問你啊 這次你們再重回這個現場 有一些什麼樣的特殊的目的跟意義嗎 這次呢我們去呢雖然帶了四位觀眾呢 都是超鐵齒而且沒有任何體質 但是我們帶了一把那個手槍去 是一把玩具手槍 然後我們帶去現場呢 要讓這個觀眾呢更進入感應 但是沒想到那把手槍竟然出奇的發生了一個很棒的效果 很棒的效果 對 在下列的VCR你就可以看到了 對 前一集大哥還在那邊發飆 還要對製作人 連製作人都要跟他們一樣 對 還要跟他交換 小秉你真的覺得我們這一集會比上面剛看到更精彩對不對 我跟你說 那一集喔這個照片真的是演得比 如果他是演的話 就像我們網友講的 真的比玫瑰桐麗年的那些演員還要厲害了 但是這一集呢真的是更精彩 更精彩 他真的是那個大哥跟小弟之間那個情感交流 你還是看得到 演得比北港香爐還要好看 如果他們是演的話就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來看看到底這些大哥 現在在這個現場 讓我們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好不好 我們來看我們超蛋任務的黑幫晚哥 經過一年之後 這次小秉帶隊 再次前往黑道大哥的火拼現場 面對如此兇惡的王林 超蛋觀眾是否能全身而退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上次呢就是這個MTV的這個地方 你看他們的門 包廂啊什麼的 308有沒有 然後306 一間一間就是他們的門 走進來看看這個地方已經廢棄非常久了 來我們全部都進來看 而且你看這個門上面喔 他畫成這個樣子 你看非常老舊的這個做法 你看這是很久以前的 對不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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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有人 是嗎 是不是有人 有人 有人 是嗎 有 是嗎 對啊 有人在哪裡 不好意思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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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我們只是來看看而已 我們要來找 我們要來找 沒事你們快點 我們要來找 不好意思 幫你叫叫 什麼 幫你叫叫 不好意思 我們要來找 好來 大家往這邊走 這個房間竟然是 一間一間 裡面都還有出神流浪海 但是非常嚇人 所以可能一間一間裡面都有 我們還是盡量小心點 小心點 我們看看他們廢棄的時候 多麼緊急 連這個冷氣啊 沙發桌子什麼都沒有搬走 就這樣子趕快逃走 我們這邊找好了 來 各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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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往前走 你看他們什麼設備都沒有帶走 一個都沒有帶走 這位阿伯好像對我們很不滿 對 四樓八樓 四樓八樓 四樓八樓怎麼辦 你說什麼 阿伯你說什麼 你怎麼會被人家怎麼 你不懂他說什麼 他一直好像說我們往七樓八樓 他說往七樓八樓 剛剛自己好像說七樓八樓 他說七樓八樓有問題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要往七樓八樓去 這邊 這邊進去 沒關係我們還是 照我們原本要冒神的路前進好了 你們注意看 你們注意看 你們注意看那個電梯 你們注意看那個電梯 你看 竟然有亮六樓 你看 怎麼會這樣子 對不起打擾了 對不起我們打擾了 你看 這個地方就是當初租MTV的那個 錄影帶的這個地方 你看 錄影帶現在全部都還在 你看 好古早以前的片子 片名甚至我們都沒聽過 欸 那個六樓 對 沒有沒有沒有還有那邊 可是那個盪子 對對對被那個擠倒住了 那你過去看看 這個擠倒好了 好 掌對掌 你們掌對掌 那麼雙腳打開 然後呢 你們要一直夾 腳先提起來 掌對 好 按下一個眼睛閉上 好 聽著呼吸 開始乾淨 超膽觀眾在老師的指引下 開始進行潛層感應 一旁的小柄手裡拿的槍 是模擬當初火拼所用的 身處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讓所有的人情緒更加緊繃 超膽觀眾開始有感應 小柄手中的槍指向觀眾 感應的氣氛恐怖到了極點 而且 我腳對掌手 我的手也在動 小柄手 為什麼頭皮整個不滿胖呢 你頭 頭跟臉都非常的滿 而且我一直在留下 因為超膽觀眾的感應太過強烈 老師試著將部分感應 移給旁邊的觀眾承受 老師 腸也會抖 沒有 我跟妳說 就是手握得很緊 你知道 手握得很緊 我的手不能沒有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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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rud 我跟妳說 我的手會去擴板機 一直抽筋 抽筋到整個手 如果起來才會擴板機 這樣連頭別方都不見了 你這樣一直下一個 連頭別方都不見了 等一下我的手抽筋很快 我的門 不是 最快的 我的手又好痛 又開始抽筋了 擴板機那個手指要按下去了 要哭下去了 要哭下去了 這尊正才語庫 觀聖帝君春秋盛作 不但可以鎮宅更有美化家具的功用 只要您回答出畫面中的觀眾 被什麼靈體附身 傳證到02-2773-4631 就有機會得到這尊正才語庫 觀聖帝君春秋盛作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